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岛上的事情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 我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 谢我什么 谢我把你弄感冒了 海上繁花正在热播 杜小苏在失去邵阵容后 感到无必绝望和压抑 为了买下邵阵容的房子连打几分工 期间更是遇到老同学林向远 所有居民都不会想到有朝一日 林向远这个凤凰男会把雷宇征送进监狱 林向远为了自身利益 在工作中处处给雷宇征下套 好在雷宇征实力过瘾 决策上一向谨笑声威 为了打败雷宇征 林向远开始利用身边的一切 恰逢此时何群飞为了买房子的事情 田愁眉不展 林向远抓住这个时机 借给何群飞一百万 何群飞这个单纯的小白领 还以为遇到了活菩萨 直到雷宇征在和SG的签约仪式上 被警方带走 何群飞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虽然何群飞和林向远一样是凤凰男 但他们有本质的不同 何群飞有底线 而林向远却是一个为尚未不择手段的舔狗 只要能改变阶层 通过什么方式 他根本不在乎 霸道总裁雷宇征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 这让他开始感到自己人生的失败 并拒绝接待来监狱 看望自己的杜小苏 杜小苏却毫不在意 一边防备着林向远 一边精心照顾着雷爸爸 八个月后 雷宇征出狱 可当他看到昏迷不醒的爸爸后 加上林向远的冷嘲热讽 无法接受现实的雷宇征 开始每天戒酒消愁 杜小苏找到正在花天酒地的雷宇征 仿佛看到了一个废人 雷宇征脾气越来越暴躁 让小苏真的是感觉到心累 醉酒后的雷宇征可无遮拦 尤其是对杜小苏的否定 堪称全剧最虐心一幕 雷宇征质问杜小苏 到底有没有爱过自己 杜小苏的回答句句诸心 当初看不起他的是雷总 后来是爱的还是雷宇征 到最后亲手打破幻想 离开自己的还是他 杜小苏扪心自问 他现在爱的人就是雷宇征 少阵容已经是过去世 杜小苏决心帮助雷宇征 重新振作起来 可在雷爸爸去世后 雷宇征竟然晚起失踪 为了帮雷宇征夺回雨天集团 杜小苏关掉工作室 在小岛上找到雷宇征 杜小苏心疼雷宇征 两人也终于在一起 事情发生后 雷宇征向杜小苏道歉 杜小苏却表示不需要 自己是心甘情愿的 如果邵振荣在天上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会有何感想 他和杜小苏本来可以幸福 生活在一起 在他们的房子里生几个可爱宝宝 可现在故事的男主却变成了自己的好兄弟 小苏心疾病 小苏心疾病